欢迎进入iTraining美国地产学校insider小知识课堂 许多华人买下房地产后出租并由自己个人所有而不是公司所有 但是从投资角度来说 比较温口的做法应该把房地产的所有权从个人转入有限责任公司LLC里 投资房放进LLC的优点 1.保护所有者的个人其他财产 避免投资房和个人责任风险混在一起 你可以把一处房地产放在一个公司里 也可以把许多房地产放进一个公司里 房地产投资者一般都购买保险 保护个人责任 虽然责任险都有限额 一般来说损失超过限额的机会还是非常少的 可Y1如果需赔偿额超过了保险额 后果不可想象 按收入税 从税务上看两个或以上成员的有限责任公司 LLC被视为穿过Cast2公司 这个穿过的意思是公司的收入分配给所有人 公司不缴税 由所有人在个人税表上承担税务责任 因此只有LLC股东的税务责任 LLC公司不需要缴税 故没有双重税 这与传统的股份有限公司 Corporation是不同的 3.房地产赠予税 LLC是管理资产和赠予财产给子女的有利工具 可以达到父母掌握精英权 而子女竟拥有所有权 家庭可以享受赠予和遗产税的优惠 这还可以防止年轻子女不乱做出决定 或因为官司等纠纷而失去财产 对父母和子女是双赢 4.房地产转移 有限责任公司 LLC的资产转移 可以豁免转移税 吉利得税 当从个人转移房地产到LLC 或者一个LLC转到另外一个LLC 只要转移前后成员 拥有房地产的比例不变 不需要缴缴转移税 吉利得税 最后 有限责任公司 也是保护隐私的有效工具 请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视频 带你了解投资房 放进LLC的缺点 iTraining Real Estate School 美国地产学校 期待大家的持续关注 点赞 转发 每周为大家带来 美国最新资讯信息 踩快地产知识 地产执照课程了解 可去到网站3w.itraining.myc iTraining你一路相伴